默虎起诉周立波进入关键期,撤诉可能对双方都有利。 前段时间周立波枪毒案以周立波无罪释放宣告结束,但是自从周立波回国之后接受王志安的局面栏目采访之后再起波栏,首先是在周立波枪毒案担任首任律师的默虎英不满周立波和妻子胡杰在国内的言论,决定在美国起诉周立波诽谤并且索赔高达1000万美元的赔偿。 这个案件在国内和美国的唐人皆引发了不小的轰动,随后王志安又采访了唐爽和某某人,并且亲自见了周立波的首任律师默虎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那就某某人也决定在美国起诉周立波。 在周立波和胡杰最后接受贵圈的采访之后,胡杰表示今后不对这件事情进行回应,同时表示将积极回应默虎的起诉,并且称官司将会打到底。 虽然胡杰和周立波在美国的房产价值超过了7000万人民币,但是胡杰表示无所谓将变卖房产打官司,如果有剩余就做慈善。 那么从默虎起诉周立波诽谤到现在已经过去20多天时间了,那么传票送达时间通常未30天,也就是说近几日将会见分晓,首先就是这个案子能不能立注是个问题,会不会被驳回,或者是默虎主动撤诉。 目前不太好说,但是有一点可以预见的是,如果案子立注了,将会成为震惊唐人街的一次事件。 因为默虎是专业律师,这场官司成败决定默虎的律师事务所的未来发展,如果败诉,律师事务所名誉扫地,恐怕就要和律师这个行业说再见了,而周立波将会再次启用律师团,这场案件将会打得旷日持久。 而周立波如果败诉的话,后果也是可想而知,在美国天价赔偿并不少见,而且默虎律师事务所年收入不非都是有据可查的,所赔这样的价格必然也是经过考量, 其实华人圈子内斗并不多见,如果到了社会经营曾击打起官司来,大家都不好收场。 而目前最好的结局就是默虎撤案,两人私下完全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周立波认识默虎的姐姐默利人时间不短,大概有接近八年的时间,而且认识默虎也有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只要双方沟通渠道畅通,这些问题完全可以商量解决,而至于是不是完全撕破脸皮通过这几天双方在网上的表现来看,大家谁也不提这件事了。 似乎是还有缓和余地,但是不管怎样相信这几天此事必有大案。